海面上未來持續朝西北 接近台灣的東北部海域當中 下午這一報新增的海上警戒區範圍 除了原本的北部東南部海面之外 台灣海峽北部也納入了海上警戒區的範圍 所以在海上航行作業的船隻要嚴加戒備 至於陸上警戒區的範圍 除了原本的桃園以北 宜蘭花蓮之外 目前新竹也已經納入陸上警戒區的範圍 現在實際的觀測的風跟浪的狀況來說 下午到目前為止 在我們的北部近岸跟東半部的近岸 最大的浪高都有觀測到三米的浪高 在風力的部分 像吳漆 新屋 還有花蓮的陣風有到八級 蘭嶼早上的陣風有到十級 另外像我們中部以北或者是東半部 有一些空曠的地方 也都有六到七級的強陣風出現 隨著颱風逐漸靠近風跟浪的情況 也都會越來越明顯 所以我們還是提醒大家 接下來這段時間沒有必要 儘量避免沿岸的各種水上或海上的活動 在空曠的地方也要特別小心 強陣風的影響 至於在降雨的部分 如同我們先前提到 隨著颱風外圍的雨帶 跟水氣逐漸一波一波的進來 在下午過後 北部地區的雨量也開始慢慢大起來了 下午一兩點之後這些陸續進來的回波的 時雨量都有達到二十幾毫米 另外結合一些午後熱地的作用 像在中部的山區還有南部地區 也有一些比較大的雨勢出現 台南的時雨量也曾經達到四十毫米 所以氣象局新更新的豪雨特報的內容 特別提醒今天在整個北部地區 中部的山區花蓮的山區還有嘉義以南的地區 會有局部性的大雨 其中在新北地區 宜蘭地區還有桃園跟新竹的山區 會有局部性的豪雨 這是今天的豪雨特報的內容 那當然如同我們先前提到了 隨著颱風越來越靠近 今天晚上到明天 北部地區還有東北部地區的風雨 影響會最顯著 那另外在中南部地區預計 今天深夜到明天白天之後 降雨的情況也會慢慢再增加 尤其是中南部的山區在明天雨勢會越來越明顯 請大家要特別注意 颱風正在逐漸接近 降雨的情況越晚會越來越明顯 那各地影響的程度不一樣 請大家隨時注意最新的颱風動態 及早做好相關的準備 以上就是這一節最新的颱風動態說明